兄弟们 去剪我山了 大家好 这个我家 后面这个水稻田不是割了吗 然后我这两个小屁孩的 他们早上剪了好多那个稻穗 然后今天又带着一个袋子 他说又要去剪那个稻穗 稻穗在我们这边的土话叫我山 你看他一身剪了 现在还会知道换雨鞋 刚刚那双鞋子全是你吧 你们俩等在我后面 你们俩是我的小屁 不是我才是老爸 你是老爸呀 慢一点 慢一点慢一点小屁孩慢慢一点 不过他有这个捡稻穗的想法很不错 他都喜欢在舔你我啊 我知道 捡我山了 突然之间让我想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相信好多80后和90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学校组织 去捡 倒税 上交 还有采摘那个 茶子上交给学校 有任务的 我相信80后啊 大部分人都有 这一段经历 如果你捡倒税没有达到多少斤 就从家里面拿 来来爸爸来爸爸来不错不错 长大了来 长大了 读书重要还是 还是捡这个磨山重要 对 读书排排第一哈 等一号你眼睛看找到哪里啊 读书重要啊 读书重要 你你4岁了说话还说不清 已经很好了好不好 比之前好多了 以前 叫我老姐叫姑姑他叫噗噗 以前叫哥哥叫多多 啊现在叫哥哥了 等一号这里边有吗 那个可以啊生的也可以 不要了 嗯不错长大了啊 啊这这这这哎呀这你别搁到手哈 小欣欣 爸爸爸爸你提供 啊 来 爸爸 哥哥 哥哥 你先拿着 这我家老啊 就是 我家老大的跟壁虫 他去哪里 他就跟在哪里 他说什么 他也说什么 也害人家老三也是一样的 真的就是他的跟壁虫 所以说这个老大呀 叫做一个表率 老大没有做好表率 后面的 全废了 要不做好表率 两个妹妹都要听你的 原来拿个大一笔给三笔 还拿一个大一笔 大爸爸 有模有样哦 你看了没有 这上面都是 看到没有 这里多吧 哦 都是 不是空的 这里好多吧 我想问一下 你小时候捡过这个吗 肯定捡过啊 哎呀 这些挺多的 发财了 这么多 嗯 发财了 发财了 这么多就发财了 又捡到这么多啊 可以 嘿嘿嘿 嗯 嗯 可以 小心一点哈 你看那边好多吗 叫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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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回家了哈 我老妈喂了一点饲料给他们吃 小鸭子都要吃饲料啊 在我家那个老大呀 他一个人吃完饭又去捡那个盗碎去了 我去看一下 我家那个小屁孩在那边 小屁孩 捡了多少啊 等于我过来 看一下捡了多少 吃完饭他一个人跑过来捡盗碎 可以啊不错 可以啊 这我家老二爷来了 他突然之间发现了他的同学那开心的 看见他的同学好开心 诶 诶 去吧吧 谢谢大家